多謝燕菲,接著是工黨吳慧玲,麻煩你 主席,你好,大家好 四一八之下令省工什麼都沒有,剛才之前很多位都說了 我也想說回,其實1995年英國已經覺得這個是不符合歐盟的同工同酬的原則 英國都廢除了,廢除了這麼多年,我們現在還在談 還有,除了四一八,還有一些酒樓都會把員工 利用續約的固定期限合約做18個月,就叫他們辭職兩個星期再續約 我覺得僱傭條例是應該照顧僱主和容工 但是這些固定期限合約和四一八,我看不到有哪裏可以照顧員工 還有真的有種歧視,通常兼職工都是女性比較多 我給大家聽一道生生的例子,現在我是來自學校的 學校就請了很多兼職工友 我們學校很多年前兼職工友做了超過一年 每天就由五點鐘做到九點鐘,超過一年 其實超過了四一八,沒有人留意到 不知道是甚麼事,有人去找勞工法例去看 另外一件事,留意到兼職工就過了四一八 然後校長就立刻咳了,每天咳消半個小時,寧願請多兩個人 那其實是不是很悲哀呢?因為做校長也不需要顧及賺虧 那些錢是政府給的,還是一個道德高位 好像這樣,但是一知道那四一八就寧願加人手 做過兼職工的僱員,他們完全沒有任何可爭議的地方 所以聽到他們自己選擇零聚工 怎麼會選擇不夠十八小時呢?他們根本都不懂,懂更加不會選擇 完全都是僱主去決定的嘛 那究竟還要這個四一八來做甚麼呢? 人手不夠,根本那些兼職工都不夠時間去做 他寧願給三個半小時,根本都做不到 他要提早上班 那校長就說,你們自己回早房遲的 我是叫你們回三個半小時,就三個半小時 學校都可以是這樣,你可以想而知外面的商業會怎樣 為什麼現在還在談?根本就應該要廢除 僱員根本是沒有反抗的餘地的,明白嗎? 我們還在談,不停在談 但是一路僱員是完全任打的 但他們又要賺錢 應該是兩方面都照顧 所以我覺得我們工黨要求就是 這些根本就是不合情理過了事 我不知當時為什麼會有這個條例 但是在現在社會來說是過了事 應該要立即廢除 謝謝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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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